上个视频咱学了y等于x方的图像 它是这样的 那现在你来画一下y等于x方加1 和y等于x加1的平方的图像 先看第一个 y等于x方加1列个表 当x分别是-2-1 0 1和20 算一下 y对应的值就分别是5 2 1 2 5 把这些点在坐标系中标出来 连起来就是这条曲线 不难发现这条曲线上每个点 都比y等于x方的图像上 相应的每个点纵坐标多1 那它其实也可以由y等于x方的图像 向上平移一个单位得到 所以它的对线轴就还是y轴 而顶点是01非常简单 好再看y等于x加1的平方 列个表 当x分别取-3-2-1 0和1时 算出来 y对应的值分别是4 1 0 1和4 把这些点在坐标系中标出来 连起来就是这条曲线 和y等于x方比较一下 发现没 这条曲线就是由y等于x方 向左平移一个单位得到的 而它的对线轴就是x等于-1 顶点就是-1 0 那类似的 要是y等于x-1的平方 图像就是y等于x方 向右平移一个单位 对线轴就是x等于1 顶点是1 0 好 现在咱有了它的图像 那我要让你画出 y等于x-1的平方加1的图像 你会吗 根据之前的经验 y等于x-1的平方加1 就是把抛物线y等于x-1的平方 向上平移一个单位得到 因此它的对线轴就还是x等于1 而顶点则移到了11 现在结合之前的第一次平移 你就知道了 y等于x-1的平方加1的图像 可以由最简单的y等于x方的图像 平移得到 那一般的 y等于a倍x-h的平方加k的图像 就可以由y等于ax方的图像 平移得到 通过这个式子 你可以直接得到 对线轴是x-h等于0的时候 就是x等于h 而顶点在对线轴上 纵坐标就是后面加的k 所以顶点坐标就是hk 由于通过这个式子 可以立刻看出顶点坐标 因此它就叫二次函数的顶点式 后续你还会对它进行深入的学习 好 那现在咱巩固一下 画出y等于-1倍x加5的平方 减3的大致图像 它的图像 与y等于-1倍x-5的图像 形状相同 就是这样 而y等于-1倍x加5的平方减3 算一下对线轴 是x加5等于0 也就是x等于-5 而式子后面是-3 那顶点就是-5-3 现在把这条抛物线 用顶点带着平移过去 这也就OK了 内容都讲完了 总结一下 形如y等于ax-h的平方 加k这样的式子 就叫抛物线的顶点式 它的图像 可以由y等于ax方平移得到 而通过式子 你立刻就可以得到 它的对线轴是x等于h 顶点坐标是hk 怎么样 是不是很容易 赶紧去秒杀题目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